周六的上午邪河里的志工 正打扫街道 沿着大街小巷 清理每个公共区域 里内位居全国人口密度 最高的新北市永和区 以老旧的公寓住宅居多 地下人愁 如何在拥挤的空间 提升生活品质 里长陈玉婷上任后 推动环保绿化生活 由志工带头做 每个月隔周六撒扫街道 来扫国 也是为了健康 运动 为了协和你的环境 大家到底来 维持这个卫生 这个协和你的里面 可以来保护 大家的卫生 我们一个月 有扫两遍 人一礼拜就出来 给它扫一台肚子 也是为了自己的卫生 也为了大家的卫生 如何以现有的空间 打造便利的生活 里长说 里内连U-bike的租借站都没有 最近的一处是隔壁的平和里租借站 只有30格 民众使用率高 他就积极争取 希望在里内设置 已经预计在保平路95号到105号之间 约取消5个汽车格 来建设U-bike租借站 符合民众转成捷运站的需求 我们协和里临近乐华夜市 而且我们协和里有社区的里民 对于我们附近 U-bike的一个设置 所会带来生活上的便利 是大家所迫切需要的 所以我们会极力的建议 新北市政府在于永和区协和里 设置U-bike的一个脚踏车站 位在乐华夜市入口处的 巡守队港哨 是里内唯一的集会场所 周边进行绿美化 里长就说 与里内的空间一样 只要规划得宜 画龙点睛也能显得 升起盎然 协和里环境整洁 大家一起来 记者卢秀娟 永和唱报道